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讲一讲 在美国生活和在中国生活有什么不同 就太不同 发现真的 我实话实说 在国内真的待得太舒服了 因为国内的话 无论是我们的支付啊 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啊 其实要比美国这边 我不知道其他 他们说大城市会好一些 但是在亚特兰大啊 包括一些就是不像纽约 不像芝加哥的这样的一些 不算特大型城市的话 你会发现在美国 如果你不会开车 没有车的话 出行是很不方便的 因为这边的话 大多数 他们的公共交通 做的做的很一般 然后 而且说实话 因为 美国这边是 已经是发达国家嘛 但是反而我们作为发达人国家的话 我们的城市建设 我们大城市的东西会更新一些 所以尤其是 饮食方面 真的亚特兰大 虽然有很多很好的华人餐馆啊 但是 比起国内的话 真的还是 差强人意 差强人意还是差强人意 另外的话 就在美国的话 有一些文化上的 他们说文化冲击 这个对于我来说 就是美国人这边 我们在国内的话 他们这边的话 我们叫做 Fake Friendship 就是他们美国人 非常喜欢 在课前进行一些small talk 但是国内的话 感觉大家就是 可能更多愿意 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然后这个就 尤其是当美国学生 每天走过来跟你说 Hey How are you How's it going today What's up 然后有的时候 一开始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觉得 他们比起东方人来说 太热情了 然后其他一些生活上 就是 需要自己照顾自己更多 在国内的话 感觉你饿了 什么的 随时都有24小时的外卖可以吃 但这边的话 就感觉没有国内生活那么方便 不过好处就是 空气确实非常好 空气确实非常好 然后包括 普遍我身边大家的 就是环境保护意识很强 就是地上不没有那么脏 没有那么多垃圾 什么的 虽然国内现在也做得很好 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区别 对就是还是太贵了吧 这边像亚特兰大 已经算是非常便宜的一个城市 但在这边的话 我们平常出去 包括中午随便吃一顿东西的话 点一个中餐外卖 也得要八九刀到十刀左右 也就换算成人民就70块钱 70块钱我在国内 在北京点外卖 70块钱够我一天的伙食费了 所以在这边的话 真的经济压力也非常大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